Yo 各位先生 大家好 歡迎回到蘭諾的 YouTube 頻道 今天我們來聊 GH6 沒有錯 就是 Panasonic 的 GH6 那這一個頻道 特別是在 YouTube 這邊 我們有很多影片都是用 GH5 拍的 所以像我跟 Matt 我們都是 Panasonic 的腦粉 我們也用了 GH5 用了非常多年 然後我們最近聽到 有關於一些 GH6 的謠言 它一些露出的規格 我就非常非常興奮 所以這一集我請 Matt 收集了一些 GH6 的露出的 spec 然後呢我這是第一次看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我的 我的想法 還有我的一些預期 因為我自己對 GH6 我有個小的 夢想的規格 然後不知道這些 spec 有沒有達到我的想像 所以我們現在講第一個好了 Longer battery life 說會有更好的電池的續航力 其實 GH5 的電池續航力 我目前沒有太多的問題 因為它一顆電池 它就是很正常的 能夠讓你拍到一個小時左右 所以這個是好的 相機它的電池續航力 當然是越長越好 但是呢 這樣子也很有可能代表 它會用新的電池 所以這樣就代表 我沒有買新的電池 有可能會是用S1H的電池 這個我們不排斥 所以身為我們自己是 GH5 的用戶啊 我們就覺得說 噢這樣是不是要再多買10顆電池左右 所以這個有好有壞 但是我覺得非常有可能 New IBIS Stabilization System 有新的內建穩定 那GH5本身它已經有內建五軸的穩定 然後它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特色 有時候我們在用GH5的時候啊 它還是會有種果凍效應 特別是在廣角的時候 所以如果在這個部分能夠修正的話 我覺得會非常好 還會有新的Sensor 然後有可能會到4100萬畫素 所以等於是現在GH5的兩倍 然後GH6很有可能可以拍到 8K 4K RAW 6K RAW 但是這一個我覺得要有一點保留態度 然後原因是因為 Panasonic的S1H 它已經有了新的Firmware Update 它最高目前可以拍到6K的Output RAW 然後發佈日期又是在2019年底 大約半年前 所以GH6如果像這樣跟它對打的話 會有一點尷尬 因為畢竟S1H還是屬於GH系列的老大哥 這邊它沒有說到是內錄或是外錄 因為像之前GH5你可以在外接Ninja Atmos 但是這邊它沒有說是可以內錄或是外錄 GH6它應該還是會用 目前的UHS2代的SE卡規格 那這是好事因為目前我們大家 我們至少我們公司還是用這樣子的記憶卡 所以這樣就變成說我們不用再買新的記憶卡 如果要換電池跟換記憶卡的話 這樣等於是換 等於是換掉另外一個系統 那這樣子我們搞不好就可以考慮 我們是不是還要繼續用Panasonic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要入RAW的話 應該就會是外錄了 因為UHS2沒辦法入RAW 對 所以這就是可惡 這完全沒有一個perfect camera GH5的用戶應該都知道說 GH5的高感光ISO 非常的糟 然後我們基本上1600就差不多 我們不會用高於1600 高於1600就完全無法使用 然後原因是因為GH5它在M43的感光元件下面 它只能夠塞進大概2020萬畫素 那如果在GH6身上再塞入兩倍的像素的話呢 這樣子搞不好 它的ISO就是又變得更低 可能只有400或者是800能夠用 OK 第四點它這邊有寫說有Faster New Generation Auto Focus System 大家都知道GH5有個死穴 就是它幾乎沒有任何自動對焦可言 然後這邊的傳言說它會使用雙像素就是Duo Auto Focus 我自己個人是希望它會有新的Auto Focus System 但是啊像去年底發表的S1H 它還是用對比對焦系統 所以就變成說如果S1H還是用對比對焦 那GH6非常有可能還是會用對比對焦 我個人是希望能夠拍到4K 120 然後不用外錄 這樣子才有達到感覺它是一台小怪獸的這種規格 接下來我們來講大家最關心的日期 我們講了這麼多的好料 它到底什麼時候會發表什麼時候會開賣 好這邊大家有提到說 有可能是今年的8月或是9月會Announce 然後在明年初2021年初會開始Shipping會開始開賣 但是因為現在我們有這個很討厭的疫情關係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會 到底什麼時候會發表或什麼時候可以拿到手上 所以都不好說 而且加上各家也都難產 所以還是希望年中可以拿到GH6 目前為止GH6的Rumor到這邊 你要不要看一下EOS R5的Rumor 我覺得EOS R5比GH6香耶 好 大家一直在講EOS R5 很多國外YouTuber講EOS R5 然後我一直覺得它聽起來很像一台奧迪的車子 但是它竟然是Canon處的一台 要跟GH6對幹的相機 沒有它根本不把GH6放在眼裡 I expect拿過來 好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EOS R5的Spec Man一直想要推我Canon的坑 但是我對Canon一直以來就是抱持很 很安的這個心態 因為我覺得Canon一直沒有打到我的 打到我的心 好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EOS R5 它會是Canon的第一個有 內建穩定的相機 所以Canon之前幾乎都沒有內建穩定 所以你全部都要靠你的核心 核心機群嗎? 對 要靠你的核心機群 它這邊說它會8K 到30P Canon RAW 422 10bit 對 422 10bit Canon LOG 哇那這樣子Fs5跟C200 全部都不用 全部都給退場了 Full width of the sensor used when recording 8K 所以它會8K NO CROP OK 還有它這邊說4K 可以錄到120格的422 10bit 而且還有Canon LOG No CROP No CROP 它這樣子如果取個奧迪的名字 我覺得會比較MAKE SENSE 它會比較有意義一點 那種感覺就是在Full power All recording modes and frame rates can be recorded internally 所以這些全部都不用外錄喔 剛剛我們講的所有的規格 它通通都不用外錄 不過像GH5 如果你要拍其他規格 你還要再買一個外錄器 好它還 OK 這個比較正常 它有DUO Cards 它有兩個SD卡 槽 喔不是SD喔 一個是CF Express 這是他們出了一個新的機卡 然後另外一個是UHS的SD 這個是好事 但是我就會覺得說 你這樣子要出去之後 還要再準備兩張卡 這樣等於因為它要內錄RAW啦 所以只有那個 它的新的規格 可以跟上那個速度 所以這樣就變成說 如果我們是要 兩張卡是MIRROR 要同時錄一樣的內容 然後又是要錄RAW的話 就代表我們沒有辦法Double備份 好 所以這個有可能一張是CF Express 然後另外一個是UHS的 UHS2 就是我們目前有的這些卡 因為上次我們才畫 非常多錢 買了新的SD卡 所以我目前沒有想要換新的SD卡 好我這邊還看到一個叫做 DUO Pixel AF 這支大家都知道 Canon有一個很棒的對焦系統 而且是全Modes and全FrameRates 所以從24格到120格 4K、8K 全部都有自動對焦 這個我覺得就有點黑科系有點誇張 但是如果它們能夠完成的話 我覺得這台一定會賣爆 然後它有可能會把現在有 現在的1DX Mark III的一些規格 下放到EOS R5 所以目前聽起來感覺Canon就是 已經說它把它所有最好的技術 全部都放在這台R5裡面 然後想要把客家相機廠商 把它們毀滅掉 有一個國外的網站它標示了 EOS R5的預購價是 6700美元 然後折台幣這樣子大概是 20萬左右 超貴耶 GH5 好以GH5它現在單機生 那時候新買的時候才6萬多 然後EOS R5約20萬 但是我覺得如果啦 如果好喔 剛剛講的所有的Spec 它都有達到的話 那這樣子我覺得 單機生賣20萬是合理的 但是不可能啦 你看EOS R5還賣多少錢 對 所以 這個 應該是錯的 好啦如果拿GH6的Spec 跟這個EOS R5的Spec 當然是EOS R5把GH6打爆 但是啊大家還是要記得 這個影片的重點是 這些全部都是Rumour 沒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 然後我比較期待的是 到時候這兩台相機出來的時候 我們拿它來 拿它來對比 但是 目前為止 我們在拍這個頻道 我們還是會繼續 乖乖用我們的GH5 因為GH5說真的 它也沒有惹到我 我很愛它 所以我們繼續 會用我們的GH5 還有我們的H3 這樣子錄下去 然後 很歡迎大家 如果你們有小道消息的話 我們在下面留言 然後跟 跟我們講一下 你覺得EOS R5 或是GH6 它到底 你覺得會有哪些Spec 或者是你自己希望的一些 一些Spec 或者是規格 我們不是要買Red嗎 我們不是要買Red嗎 OK 可能 如果 好 如果 現在全部都是假設 是一個假說 如果這些都是真的的話 那當然 雖然我們就不用花幾百萬去買Red 我會非常非常開心 但是大家還是要記得 我們剛剛講的這兩個 EOS R5 跟GH6 這些通通都是謠言 大家不要聽得太興奮 雖然我自己也很興奮 但是這些都是謠言 然後我們這一集啊 收集的資訊就先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有你自己的夢想清單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或是如果你有你自己的推測 你想要推翻我們的假說的話 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然後我們這一集先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這種的推測影片 我們的推題影片 喜歡看藍諾福爾摩斯的話 那可以幫我們按讚 還有按小鈴鐺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更多這種 評測影片的話 這不是評測 這種有關器材影片的話呢 我們這邊會放一個開箱影片 然後其實我們有拍Duo影片 所以我們會在這邊放一個Duo影片 然後我們這一集就先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一集見 Cheers 在這邊的字幕裡